春不早在休息 吃点 我不吃了 吃不下去 吃掉吧 我不想吃 那下半夜会饿 不会 我晚上就习惯了 在这晚上都不怎么吃 减肥了吧 但是这么烟熏实在太不健康了 没事 你全是油的 对 真的 都是油 因为炒菜这大锅手一进去 油成泵在身上 这胳膊主上全是油 说起圈内的模范夫妻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黄磊和孙丽 两人从95年确认关系开始恋爱 交往九年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是师生恋 但其实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年龄差 黄磊只比孙丽大六岁而已 说起师生恋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浪漫 最初结婚那两年孙丽还有在接戏 只是当大女儿多多出生后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她拍完再见艳阳天就隐退了 这些年来她的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 而黄磊在娱乐圈中的名气想必不用多说了 从年轻时就拍摄了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 凭借小欢喜走红之后 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当中 智商过人的她让人印象深刻 黄磊这些年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 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不同的节目中她有不同的称号黄老师 神算子 黄小初 这些爱称都体现了大家对黄磊的尊敬和爱戴 黄磊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名气 和她曾经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是演员之外 黄磊当时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老师 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业才和妻子孙丽相识 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磊已经发福了 跟之前特别文艺的黄磊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黄磊一直都深爱着孙丽 黄磊在和自己的老朋友老郎一起聊天的时候 就谈起了当时追孙丽的这件事情 我当年追我媳妇 第一次决定追她 就是咱们几个单 你这乖也没印象 是吗 好像也是我排练完了 我媳妇 她们搬几个女孩 跟94的几个男孩进来 我当时就上伙 我喜欢这姑娘 已经有人开始追了 被雷击了 我当时被雷击 我想不成 我得赶紧 我得赶紧 结婚过了一辈子 婚后孙丽一心相夫叫子 几乎没出现在迎评前 直到近两年黄磊上各大综艺因剧情的需要 偶遇看到孙丽露面 而孙丽来到向往的生活的时候 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更是给了黄磊一个惊喜 两人在节目中也是纷纷撒狗粮 甜蜜的互动也是献杀旁人 恋爱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 感情依旧能这么好真的是让人羡慕 而且两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也都是让众多网友十分敬佩 通过这些节目 大家才了解孙丽的生活 他在和黄磊结婚后就没工作过 所以这么多年家庭经济来源全靠黄磊一人赚钱 大家都知道黄磊在娱乐圈的地位很高 录制综艺节目的报酬大约是500万 而孙丽也在一个节目中提到他平时的生活非常节俭 平时他和三个孩子的月开销金额也不是很大 月支出基本在20万左右 这对黄磊的收入来说几乎是九牛一毛 看得出来孙丽可真是贤妻良母啊 黄磊娶到了一个这样美丽善良勤俭持家的老婆 估计心里也在偷着乐吧 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虽然黄磊赚的钱不少 但是他和孙丽是完全没有数字概念的人 也完全不懂理财 因此黄磊的钱是由他姐姐来管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孙丽才能够持家有道吧 毕竟没有理财概念的人 花起钱来很容易超标的 你们家使你管钱 什么 我们家我姐管钱 因为我跟孙丽我们俩都 就是数字能力都不是特行 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钱 不知道我姐呢 然后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因为我们特别信任她 然后我姐就帮我们管 等于管家里的这些事 那你俩互相之间的会问吗 不问都是问我姐 我们就互相之间就不会问 说干嘛了花钱了什么的 就都不问 这也挺有意思 如今两人相恋二十多年 婚后有了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 其乐融融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也是无数人的楷模 被黄磊宠成动灵妙女的孙丽 即使生过三个孩子 而且年龄已经四十多岁 但依旧像二十岁开头的少女 看完这篇文章后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方关注留言我 好 好 好